各位学生好,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上课 我们上午给大家讲到了这个主体结构 主体结构呢,讲了一块,讲的是这个模板工程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混凝土的第二部分内容 主要是一道钢筋工程 钢筋工程的第一个内容,我们是一道 第二大部分,有一个钢筋的性质 钢筋的性质呢,我们注意一个单选考点 就是钢筋的岩性,我们一般是用伸长率来表示 一般伸长率越大,它的岩性越好 再一个内容,钢筋配料 钢筋配料,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 在施工现场进行钢筋翻样计算 也就是说,我给你一套图纸,给你一套结构图 那么你得能够根据结构图纸算出钢筋的长度 而且呢,这个长度应该是包括加工的长度 也就是说,你得把这个钢筋实际翻样的实际加工尺寸 你得能够计算出来,并且能够进行标识 让现场的钢筋工进行钢筋的架工和制作 那么我们教材上呢,针对于钢筋的这个翻样计算 实际上主要是到三块 一个是织钢筋,一个是弯齐钢筋 还有呢,就是钩筋的下料长度计算 这个计算公式啊,比较简单 因为它呢,文字写的都很清楚 而且呢,它都是用常规的加减法 那么在我们实际考试的时候 它一般会告诉你这个公式中每一段的具体长度 然后呢,你只要能够把公式背个正常的进行加减就可以 但是需要指出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钢筋翻样计算 要比我们实际工程的翻样计算要简单的多 我们实际工程肯定要比这个要复杂 但是考试的时候呢,它没法考得那么细 就是说实际考核的时候呢 只要你公式能背过,计算就没有问题 那比如说我们这突出一点的话 你比如说这里织钢筋的下料长度 我们需要减去一个保存厚度 那保存厚度呢,你比如说作为一个织钢筋 也就是这种长方形构建 那么它的保存厚度呢,一般两边都有保存厚度 那所以说你在计算的时候啊 你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所提供的这个背景资料 到底是提供的保存厚度是一端的还是两端的 你以为我们正常保存厚度 比如说20,25,30 所以说你看它提供的这个数值 到底是20,25,30啊 还是60,50,60啊 一般50,60的话 我们有可能默认的 有可能它就直接包含两端的了 那你看它怎么出题 我们是希望出题人出的严谨一点 但是就害怕它出的不严谨 那这个地方到底是一端两端 要不要乘以二 这个呢实际上是争议性还是挺大的 你观察它看到给的数值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钢筋的下落计算 然后呢大家看这段话 这段话呢我们突出一下 主要是因为这是我们教材新增内容啊 所以说呢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这里呢 如果钢筋是需要搭接的 一般我们还要计算一个搭接长度 就和我刚上午上课的时候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纵向数列钢筋的 那个搭接长度的表格一样啊 但是呢考试的时候 这个地方不大好出题 那实际工程的话 这个搭接长度比如说是多少倍的地 多少倍的直径 那个钢筋直径 这是一定要算的 但实际考试啊 这块不太好出题啊 但是呢你要注意的话 是这个细节 就是在计算的时候 需要考虑搭接长度就可以了 后面作为构建中的钢筋 我们可以采用并筋的配置方式 什么要配并筋啊 就是钢筋和钢筋连那个靠在一起 一般我们钢筋和钢筋之间 尤其是这种主筋 它坚决一般不能太小 一般我们控制在 还是在五公分左右啊 不要少于五公分 一般你要少于五公分的话 将来粗骨料打荤凝土 受影响下不去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 你如果钢筋就是布置的很密 那我们干脆不留缝隙了啊 直接让这两个钢筋也并在一起 哎 这样是可以的啊 这样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并筋 但是呢 这里有几个具体细节 就是直径28的 以及以下的钢筋 这个并筋数量 不要超过三根 直径32的 并筋数量呢 意为两根 直径36的不易采用并筋 哎 你注意一下这个细节就可以了 第四 钢筋代换 钢筋代换 主要是到两个方面 就是等强度代换 和等面积代换 这段话 大家回去可以自己读 它可以出选择题啊 但我们这里要给大家 突出的是什么呢 就是作为钢筋代换 不管是等强度代换 还是等面积代换 都要先征得 设计单位同意 因为呢 它本身属于结构 所以说呢 你在钢筋代换 到底是往小里代 还是往大里代 代的根数到底是多了 还是少了 这个呢 要通过设计 让它进行确认 那么设计确认之后 一般我们还要征得 建设单位同意 啊 设计单位同意呢 主要是从结构 计算的角度出发 看一下是不是安全 那个建设单位 是否同意呢 主要还是从成本啊 节约成本的角度出发 那么钢筋代换很有可能 有可能会造成成本的额外增加 那要看一下建设单位 到底认可不认可这个事 啊 所以说呢 一般我们在钢筋代换的时候 要征得设计单位同意 设计单位如果同意的话 还得问问建设单位 同意不同意 啊 它有个相互顺序 啊 但是这两者 有一个单位不同意的话 你也没法进行代换 啊 设计单位同意了 建设单位就是不同意 那也没法代换 啊 好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一块 那么具体 作为建设设计院 在进行钢筋代换的时候 它把握的原则 哎 你看这些词不好备 实话实说 这些词都不好备 但是出题非常好处啊 不管是考多选题 还是考假答题 这种题目出起来 是非常好处的啊 钢筋连接 讲基础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提到过啊 钢筋连接 包括焊接 机械连接和绑扎连接 这里呢 大家注意 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 我们不易采用焊接接头 啊 一般不易采用焊接的 绑扎也不大好 一般就采用机械连接 但是你要注意关键词 他说的是不易啊 不是不能啊 不是不能 所以说要注意关键词计 那目前我们用的最多的 机械连接的方式是这种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钢筋玻璃滚压 套筒连接 上午的时候也给大家看过 几些图片啊 钢筋加工 钢筋加工这个质点 在我们历年考试的时候 适合考多选 下来关于钢筋加工的相关说法 正确的是错误的事 所以说你记关键词 第一个 钢筋加工包括哪几个方面 第二个 冷拉率 冷拉率大家看好了 只有HPB300光源钢筋 冷拉率不能大于 不易大于4% 剩余的都是不易大于1% 数字的记忆 第三个 钢筋除锈 注意两句话 尤其是第一句话 钢筋应该是在冷拉 或调直过程中除锈 第四个呢 说的是这个钢筋下料 钢筋下料的时候 大家看好 不得有马蹄形或起味 第五 钢筋加工 钢筋加工 一般我们是在常温下进行加工过程中啊 不应该加热钢筋 而且这个钢筋加工要一次完整成功 不能反复 不能反复 注意一下这些关键词 第七 钢筋绑扎 钢筋绑扎呢 这里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柱子的钢筋绑扎啊 柱子的钢筋绑扎 那么柱子钢筋绑扎 首先从施工顺序上来说 一般呢 我们是把在柱子的模板安装之前进行啊 你要是模板安装好之后 柱子再绑扎 它没有工作面了啊 都是把钢筋绑扎完之后再支手模板 这个倒好理解 后面每一层柱看好 第一个钢筋接头 就是说柱子呢 它也有接头啊 你不管是用焊接也好 机械连接也好 还是绑扎连接也好 它都有接头 好了 你看这个接头距离楼地面的高度 是怎么规定的 是取着三者的较大值 不易小于五百 柱高的六分之一 以及柱节面长边中的最大值 我们说是三者取大 三者取大 是可以考案例分析体的 我给你几个具体数值 到底选哪一个 比如说它施工现场选了哪一个 问对不对 第三个 关于框架梁 牛腿或柱帽子钢筋 应该放在柱子中间 柱子纵向钢筋的内侧啊 就是从受力的角度出发 比如说梁 梁的重量穿力给柱子 所以说我们要把梁的钢筋 放在柱子钢筋的内侧 第五 第五这个看一下 固筋 固筋在进行这个 接头的时候啊 因为固筋我们是封闭的钢筋圈啊 封闭的钢筋圈 所以说你注意 这个封闭的钢筋圈 它接头这个位置 就是打135度角弯 135度弯折的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所说的接头位置 那个这个接头呢 要交错 也就是均匀的布置在四角 你不能把所有的接头都放置在四个角的一侧 要均匀放置 第一层放在 比如说 左边 第二层放在右边 第一层放在左的下边 第二层放在左的那个 左的上面啊 就是说这四个角 你布置的时候要均匀布置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注意 作为这个固筋 在转角 就是四个角这个位置 要和纵向钢筋 煤点绑炸 而作为中间位置 可以间隔绑炸 而且也要注意成八字形 也要出八字形 这是我们所说的 这一块 看几个图片 柱子绑炸的时候 我们成品的柱子绑炸 做的比较好 可以能够看出来 实际上它比较密 比较密 你看起来不太仔细 因为它是一道固筋 它是根据你的纵向 受力钢筋的根数 我们要布置这个 几只固几只固 但实际上 实际上做完之后 特别密集 一般都是需要从现场进行绑炸 你比如说这个位置 这个细节 你可以收回注意一下 这是我们所说的 做到固筋 为了保证保存厚度 做的这种垫片 做的这种垫片 这个是我们实际 施工中常用的一种 专门的定位 纵向受力钢筋位置的 专门的这种可周转的 它用起来很方便 而且可以保证你的 实际纵向受力钢筋的位置 不发生太大偏移 不发生太大偏移 代表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典型的 四乘四固 四乘四的固筋 你以为我这里呢 每一个边有四根 纵向受力钢筋 所以说呢 这里呢 在布置固筋的时候呢 一般要布置成四乘四的 要是你得保证什么呢 你的固筋 要和所有的 纵向受力钢筋都得绑扎 只不过呢 作为这个 角这个位置 要每点绑扎 四个角都得绑扎 那按照我们教材说的 中间这个位置呢 可以隔点绑扎 可以隔点绑扎 这是按照我们教材说的 但是我们现场 你看 它这张图片上 应该还是每点都绑扎了 每点都绑扎了 那么按照我们 实际柱子截面 它的纵向 钢筋的布置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在布置 固筋的时候 有很多种 比如说这种 三乘三的固筋 四乘四乘三的 四乘四的 五乘四的 五乘五的 六乘六的 刚才我们看了一个 四乘四的 四乘四的什么意思 就是先一个大圈 然后两个小圈 两个小圈 一个小圈 一个小圈 这是四乘四的固筋加工 你可以看一下 一个大圈 一个小圈 这里又一个小圈 这是我们所说四乘四的 你比如说这种三乘三的 直接是一个大圈 加上两根弯钩 拉钩 另外我们还有这种四乘三的 以及这种五乘四 五乘五的 那么具体 就是说你要是从平面上来看的话 那就是全是固筋 但是呢 在实际拆分的时候 你得知道大圈 小圈 拉钩 它是有一个具体的要求的 具体要求 你得按照实际要求进行加工 好了 然后我们再看两核板 两核板进行绑炸的时候 第一条 大家注意 连续两板的上部钢筋接头位置 亦放在跨中三分之一 而下部钢筋位置亦放在跨两端三分之一位置 这个呢 还是说的接头位置 之前我们给大家说一句话 怎么说的 就是 接头应该是放在受力较小的位置 那为什么作为这种连续两板 跨中这个位置 可以放上部钢筋的接头 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这种两核板啊 在跨中这个位置 它是下部是最主要的受力部分 因为下部受拉嘛 钢筋主要是承担拉力嘛 下部受拉 所以说你的接头 针对于下部钢筋 是绝对不能在跨中位置设接头的 上部钢筋呢 正好相反 上部钢筋我讲过 在梁端 这个位置 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区域呢 是负弯矩区 比如说在梁端这个区域啊 它是上部受弯的 上部受弯 上部受力大 上部的钢筋 在端部就不能有接头 就不能有接头 所以说 有了我们这个接头的实际位置 就是针对于进行钢筋连接 设置接头的时候 上部钢筋啊 在受力较小的跨中位置 进行连接 而下部的钢筋呢 是在端部进行连接 因为这块受力小 受力小 正好和我们连续两版 跨中承受正玩具 制作处承受副玩具 正好能够联系起来 正好可以联系起来 再一个这里的第三条 第三条呢 大家注意 就是纵向数率钢筋啊 有的时候我们根据设计要求 有可能设置两排 不是一排 有可能设置两排 这个时候呢 大家注意 上下两排钢筋 一般呢 要注意兼具 一般要注意兼具 这里我们所说兼具的话呢 就是不要小于25 一般的通过一个短钢筋来保证 这里的第四条 第四条 和我们讲基础的时候 那个板的钢筋绑扎是一样的 就是四周两 四周的两行要没点绑扎 中间区域呢 隔点绑扎 绑扎的时候成八字形 绑扎的时候成八字形 如果这个双向配置的都是受力钢筋 比如说我们的双向板 我们的双向板给大家介绍过 单向板呢 是平行短边布置受力钢筋 平行长边呢 布置分布钢筋 对吧 双向板我也给大家讲过 平行短边 平行长边都要布置 受力钢筋 所以说如果两个方向都不止受力钢筋的话 那都要注意没点绑扎 都要注意没点绑扎 这个呢是他的一个第四条 这个知识点 第五条 大家看一下 我们呢在绑扎钢筋的时候 要注意板上部的腹筋 也就是我所说的腹弯女筋 因为腹弯女筋呢 它是在局部上部受弯的 所以说你得保证这个腹弯女筋的位置 正常放在上部吧 你不要把它踩下去 绑扎的时候不要绑扎错了 灌是实际施工的时候 交入混凝土的时候 也千万不要把它踩掉 或者说踩到下面去 这样的话受力会受影响 这里的第六条 作为板 次量 主量 在交接位置的时候 板的钢筋在上 次量集中 主量在下 这是我们所说的关键点 比如说我们看两个图 这是一个悬条梁 如果这个悬条梁正常受一个集中力的话 我们能够想象出这个悬条梁 应该会发生大约这种类型的弯曲 对不对 好了 我们如何阻止它发生这种弯曲 设置受力钢筋 设在这个梁的上部还是下部 设在这个梁的上部 这是我们所说的 要设置受力钢筋 你说具体设置一排 两排 几根 每一根 直径是多少 间径是多少 这个我们就不用管了 但是你需要知道 这是复弯女进 这就是我们所说复弯女进 如果你放错位置 如果放成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这种悬条梁也好 悬条板也好 正常它就应该放到上面 万一你把它放到下面 最容易出现情况 就是模板一拆 这个梁 在受弯曲较大的这个位置 有可能会立刻发生断裂 因为这里的钢筋白放了 这个钢筋你这样放了 等于白放 一点用不起 一点用不起 所以说这个地方 受弯曲较大的 悬条的这个支点这个位置 是最容易发生开裂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梁 主梁 次梁交接位置 哪个钢筋在上 哪个钢筋在下 很好看 很好理解 到时候自己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混凝土 混凝土呢 第一部分 关于普通混凝土 首先我们说一下材料 材料这个支点 第一条的第一段话 这是必须要背过的 就是水泥进场的时候 要检查很多内容 这些内容 一般是在进场的时候检查 还有一些指标 是要在水泥进场之后 进行抽样敷衍 要查的指标 这里说了一个强度 安定性 还少 还少 还少怎么样 凝结时间 你可以最好把它加上 还有一些必要指标 如果我们再写一个 就是凝结时间 如果你写了再详细点 为了暴征考试的时候 万无一失 凝结时间 你就写上初凝时间和中凝时间 这里的强度 你就写上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 这样写是最保险的 就是说 针对哪些指标系 要进行抽样敷衍 强度 安定性 凝结时间 然后再写的详细点 可以 出凝中凝 以及抗压强度 抗折强度 另外 先记下来 后面 水泥容易受潮 所以说在我们施工现场 要注意水泥堆放的时候 要有防潮措施 如果你现场的水泥堆放时间超过三个月了 一般我们都要得重新检测 检测合格之后 它还是能用 但是不检测的话 我们就不让用了 受潮是不能用的 好了 再一个 水 水 易用饮用水 这个饮用水 我们理解的时候怎么理解 饮用水是经检测合格的水 所以说你这里呢 水 不管是半至混凝土也好 半至沙浆也好 我们这里在写的时候 要么写采用饮用水 要么写经检测合格的水 都可以 这个我们二件出过案例分析题 配合比 混凝的配合比 看好重量比 不是体积比 混凝土的搅拌和运输 这个呢 大家注意一下第三条 就是我们要减少 混凝土的运输时间和转运次数 就是说减少它的运输时间 不管是从成本上来说 还是从我们所说的 这个混凝土的质量来说 都要注意这一点 泵送混凝土 现在呢 我们现在用的商混很多 很多也都是高层超高层 实际混凝土 商混用到施工现场 一般都有可能是通过泵送 来进行混凝土的浇注 这里呢 针对泵送混凝土 有几个数值 希望大家好好看一下 我们之前考试也没考过 一个是塔罗度 一个是我们所说的 用水量和浇凝材料 一个是100 一个是0.6 后面还有一个300 这几个数字 尽量的稍微背一下 第五 混凝土的胶柱 混凝土胶柱 我们这里突出一下 这里的第四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我们胶柱这个 竖像结构 竖像结构指的什么呀 比如说钢筋混凝土柱子 比如说简历墙 胶柱子和墙的时候 一般我们一般 先从底部铺一层水泥沙漿 厚度呢 一般呢 不要大于30公分 也是为了防止将来发生离析 先铺一层水泥沙漿 然后再灌混凝土 注意一下这个数值 30 30毫米 30毫米 不是30公分 第五 关于混凝土胶柱的时候 这个出料口的位置 混凝土胶柱的时候 出料口的位置 我们讲这个灌柱桩的时候 也给大家强调过 就是说为什么 灌柱桱胶柱 混凝土得下导管 就是让它的出料口 到胶柱面不能太高 因为太高了之后 主要是粗骨料 容易发生喷溅 所以说呢 它这里是这么规定的 和粗骨料的力径有关 如果粗骨料力径比较大 大约25了 那我们在进行 混凝土胶柱的时候 这个出料口 一般不要超过3米 就是说出料口到胶柱面 不要超过3米 如果是不大约25的 不要超过6米 实在满足不了要求的 那么我们加一些其他装置 这种串通和溜槽 第六 这是我刚才上午讲过一个质点 就是我们教住混凝土 一般都是分层交 如果你要想保证 上下层之间不留时空缝呢 你就要上层混凝土的时候 下层混凝土应该是处于 处凝前 那万一实现不了呢 万一实现不了 那就该留时空缝 就要留时空缝了 但是呢 基础不行 基础必须实现 你千万不能说基础 基础太大了 我一次教主实现不了 我教主教主 突然间停电了 我教主教主 突然间混凝土 供应不上了 那我就留时空缝吧 不行 不行 我们这里要求 项目部在安排 施工方案和施工组织的时候 一定要强调 关键部位的混凝土交注 一定要强调连续性 不能说太随意 不能太随意 这是我们强调的 好了 你看 我们这里啊 给大家提供两张图片 作为理解 这是我们所说用的这种串筒和溜槽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这个质点 我们教材上没说 就是说你的串筒和溜槽 要保证 它出料的这个位置 有一段 是和胶筑面垂直的 一般呢 没有托要求的话呢 就是说 这里呢 一般是要大于两米 就是说这个垂直的这段 要大于两米 就是说不要这样胶 这样胶的话 因为你的胶筑 混凝土出来之后 它是斜的 斜的有一定角度 这地方它就容易发生碰溅 这是一点 再一个就是我们教材 说的是这一段 这是我们所说的 当粗骨料力净 大于25的时候 不要超过3 不大于25的时候 不要超过6 所以说你对应好它 对应好它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7 混凝土 实际交入工中 我们要用震动棒 看这几个关键词 震动棒使用的时候 首先注意点 要快插慢把 快速插入 慢慢提起 快速插入 从下往上 慢慢提起 因为震动棒呢 它有一定的体积 提起来的过程中 你得让周围的混凝土 能够填充到 你震动棒留下这个体积 不要出现那种大的孔洞 所以说要慢慢提 再一个呢 移动的时候呢 注意移动的距离不能太大 不要超过其震动棒 作用半径的1.4倍 与摩板距离呢 也是 与摩板距离也不能够太近 但是呢 他在说的是与茂尔距离不应大于其自用半径0.5倍 另外你离摩板也不能太近 离太近了之后 震完之后 摩板周围没混凝土了 再一个呢 就是这里一句话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一个质点 一会儿到了一个图 就是说我们浇混凝土的时候要分层浇 浇完下层浇上层 浇完上层的时候要震倒 震倒的时候记好了 震动棒在插入的时候 得插入到下层一定的距离 这个距离要求不要小于5公分 不要小于5公分 看几幅图 比如说 这是我们说震动棒在正常移动的时候 一个正常的分布 不管是成这种正方性分布 还是梅花性分布都可以 那么注意一下 它的移动距离 不要超过去作用半一点四倍 就是说不要出现这种漫无目的的移动 这里呢 很容易出现什么呀 漏震 你不要出现漏震 这是这点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震动棒使用的时候 让它一定呈一定的角度 都垂直也可以吧 都称一定的方向也可以 这是对的 但是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容易漏震 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段 震到上层的时候 下层得插入到一定的距离 要求插入下层的距离 不要小于5公分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七条 第九 第九呢 就是说我们在交柱与柱和墙 连成整体的凉和板的时候呢 应该在柱和墙交臂完毕之后 停上1到1.5小时 再继续交 实际施工的时候呢 我们实际施工确实 一般呢 就是柱子或墙 只要具备条件 一般呢 我们都是连续交 交完柱子之后呢 再交梁或板 一般都是这样交 但是呢 书上这题的话 你得至于这个停歇时间 也是连续交 但是呢 中间得停上个1到1.5小时 这个时候也注意一下 第十 关于混凝土的交出顺序 看好了 一般梁和板啊 都是一块交 不是先交完梁之后再交板 就是实际也是先交完梁再交板 但是呢 我们是一块交出来了 不是说今天把梁交出来 明天再交板 一般不这样 然后呢 有主次梁楼板 我们要沿着次梁方向交 单向板 一沿着板的长边方向交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图片 比如说这是我们所说的 钢筋混凝土框架柱 那么框架柱上面呢 我们要搭设主梁 主梁上面呢 我们要搭设次梁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次梁 由主次梁楼板 梁和板要连续交 连续交的时候 大方向沿着板的次梁方向 沿着板的次梁方向 但是你需要注意点 这是一个面 那我们实际交着混凝土的时候呢 你的出料口是一个点 所以说你得先从点到线 再从线到面 就是说我们大面上来说 是从左往右 顺着次梁方向感 但是你的出料口呢 它是一个点 所以说实际交的时候 就这样交 先交这轴 再交这轴 再交这轴 反正按照方向的话 就是这样交 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就是说它是 虽然我们大方向 是这样赶过去的 但你出料口呢 一点点交出来的话 那实际上呢 是这样满足这个方向 交上一段 再这样交一段 再这样交一段 是这样交过来的 这是我们说的 沿着板的次量方向交 再一个单向板 单向板沿着板的 长边方向交 这是板的长边方向 沿着板的长边方向交 这是大方向 那实际操作的时候呢 你得这样交 按照这个顺序赶过来 而不是怎么交 不是这样交 能理解吗 就是说这个顺序 你要理解 就是说我们既 你得背过 而且得知道 现场实际失控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就像我一样的方向 这就是说我们既然的方向 这就是我们既然的方向 感谢观看